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4号 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元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直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 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导读几则要文 首先是看到iPhone16 Pro 意外的在中国非常的热销 而且销量比2023年高出了整整40%之多 是否意味着华为的影响力 和它的对抗的强度正在减弱呢 另外有一个很特别的新科技 和台湾人非常有关系 那就是小型核电厂真的要上路了 亚马逊跟微软跟Google这些科技巨头 他们不约而同地压保这项新科技 他们都认为希望在五年内 要力拼将小型核电厂投入发电 还有韩国的奇迹是宠物车 卖得比婴儿车还要好 因为韩国的整体出生率呢 比台湾还要惨 这个国家到底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 长期发展的紧急状态呢 跟中国有关的消息 让人觉得非常的特别 就是中国的前外交部长秦刚 他人间蒸发好一阵子了 这件事情似乎是危及到了 中南海领导班子的安全哦 为什么呢 他被称为偷藏小三 竟然只是一个幌子吗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来聊一则 华尔街日报最近的独家报道 那就是习近平的后知后觉 还有李强的中药理论 是如何的断送了中国经济复苏的火苗 首先呢 先来谈一下iPhone16 在中国卖得非常好的消息 真的是大意外 对 大家都觉得唱衰iPhone16 因为15是不太好 对 而且我记得大力光在上个礼拜的法说会才说 他的大客户生意好像不太好 那天就跌了 跌的蛮重 对 然后可是呢 iPhone16 Pro跟Pro Max 竟然在中国市场热销 以全部的iPhone来看的话 比iPhone15 大家知道 去年iPhone15上市的时候 其实上市的一周就跌了5个percent 比iPhone14 可是这次iPhone16呢 比iPhone15 竟然整体 高出成长了20% 那特别是 Pro跟Pro Max 卖得更好 比去年呢 比去年iPhone15 Pro跟Pro Max 成长了44个percent 哇 这真的是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这个华尔街日报认为呢 第一个就换机 大家觉得 15大家觉得异性阑珊 特别是15 在推出之后 其实有点问题 那加上呢 去年华为 这个MAT系列太强了 然后那时候又新芯片出来 对 三折 Yeah 可是呢 今年对 现在三折机 好像 该泡面 对 去年MAT系列好 那 所以呢 华为的势力好像 势头好像没有 比去年的时候强 这也就是造成了iPhone16 整体系列 在中国 比较转好的原因 我觉得 这个是很值得观察的事情 因为今年的 这个我们刚讲到三折机嘛 华为其实是 用去年MAT系列的 晶片嘛 用7奈米的 这个尾7奈米的 的晶片来做的嘛 类7奈米 也类 对 类是比较正确的 形容 那 可是呢 今年的势头 就没有像去年的 这么旺盛 那我们看到呢 在高阶手机方面 我们好像 在iPhone16 在中国正式发表之前 其实各家都唱水他 因为他的 对手呢 除了华为以外 小米啊 OPPO啊 Vivo啊 其实都有 这个重机推出 可是呢 最后还是iPhone16呢 哎 想不到出人意外的 竟然成长 百分之二十 然后Pro Max 竟然成长了 44个percent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值得大家观察的 然后因为大家知道 iPhone 呃 对于中国 呃 中国对iPhone实在太重要了 那如果中国呢 比去年的iPhone15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整体 iPhone16的这个 出货量啊 会不会如大家预计想这么差 那达里光的预言呢 不知道会不会这个落实成真 看台积电的营收好像还蛮旺的 我们今年的外销订单 刚刚才热腾腾的出炉了 又创了新纪录 看看最后iPhone16整体 全球状况是不是跟中国状况一样好 所以换句话说 跟我们的外销订单其实也有关系 当然啊 iPhone16卖的好的话 因为晶片 所以16没有那么差嘛 对 一开始大家都又唱衰了嘛 没错 所以看起来16确实 对 而且我们在录音之前的前一天 iPhone的市值才创新高 哦 不是不是 苹果的市值 苹果的市值才创新高 感觉就是不像 这个一定是有人已经去卡位了 创新高 我都没有在看 对啊 其实在大家唱衰iPhone16的时候 既然苹果市值创新高 我是股东 我自己都忘记这件事 我等一下来查 你刚刚去看一下 对 再就在去年 昨晚 苹果跟NVIDIA同时创历史新高 因为15大家也说 这没有什么要换 16也没有什么要换 可是这一次跟 就像你讲的 跟台湾经贸数字是有关联的 酷克奇迹 还是继续在发生 对 另外跟台湾其实也有关系的 就是小型核电厂这件事情 但是话说回来 好像从这个标题看起来 是目前都没有小型核电厂的发电 对 现在还是没有小型核电厂的发电 可是现在有大型的 对 有大型的发电 可是我们都一直寄望在小型核电厂 在我们录音的就是这一天 正好卓榮泰 说我们在 开放的 对 开放所有新型核电的设施的可能性 那先在我们台湾还没有引进小型核电厂 我们童子贤先生 一再呼吁 大家一定要把小型核电厂纳入选项的同时 其实Google 亚马逊 及微软 他们已经上路了 而且最近的步伐非常的快 而且不约而同的就是压住了小型核电厂 透过入资 比如说亚马逊跟美国一家Dominium Energy 其实已经开始合作了 在Virginia开始做小型反应炉的开发 然后它也参与了核燃料开发上 X Energy Reactor的新一轮的融资 然后微软也是一样 微软其实也宣布了跟Constellation 宣布了一个再重启宾州三里岛核电站 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小型核电站 并不是三里岛事变那种大型的核电站 Google的步调更明显 它跟一个叫做Keros Power 其实宣布打算建议7座 7座 大家不要听错 是7座小型的核反应炉 而且他们的目标非常的积极 希望在这个10年 也就是2030年结束之前 投入发电 2030今年2024年 2030年你现在6年 所以你在2030年之前 也就是说2029年 就应该有苗头了 就应该可能发电了 大家知道这些巨头 科技巨头 网络巨头 云端巨头 AI巨头 他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缺电 因为AI太耗电了 所以他们不依赖 不仰赖地方政府 或是美国联邦政府 自己卷起袖子来做 小型核电厂 就是他们的solution方案之一 其实小型核电在台湾 已经是非常非常热的话题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亚马逊 Google 跟微软 他们怎么做 感觉小型核电厂 已经不是在天边的事情 已经即将要发生 即将要投入发电 如果Google计划如实的话 五年内我们就可以看到 小型核电厂 进入Google的整个生态 发电的阵容 对 我觉得这个是 不管国内外 不管你是这些巨头的股东 或是台湾 有用到电的居民 都需要关心这个新闻 另外就是说韩国奇迹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韩国奇迹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 被大家传送很久了 对 就降低出生率太低了 就是出生率太低了 可是为什么讲韩国奇迹 这标题怎么下的呢 为什么下韩国奇迹 最讨厌韩国 我讨厌为什么奇迹 这个是反凤了 各位 不会啦 现在不会讨厌韩国 黑白大厨都在看成这样的 怎么会讨厌韩国呢 可是看棒球的时候 还是很讨厌 十二强又要快登场了 不会啦 那个南敏征 李多会都是韩国人 李亚英也是韩国人 好吧 啦啦队是韩国人 主要是 为什么是韩国奇迹呢 因为根据韩国最大的宠物用品的 电商平台 Pet Friends的主管说 这个索尔新闻 就是从他们发布的统计出来的 2029年以来 韩国的宠物车 销量已经成长了三倍 那呢 他说他们最近推出一个叫Air Buggy 我不知道Air Buggy 好像是这个宠物推车界的劳斯来的 宾室 他说宾室 还不到劳斯来是等级 他说呢 他推出了一款呢 价值大概1100块美金 也就是三万块 三万五台币左右的宠物推车 然后上面有用苏格兰面料 跟越野的轮胎 好难理解 热卖 这个就是韩国现在的问题 大家不生小孩 然后养宠物 然后把宠物宠得这个极尽奢华 然后三万五一台的这个宠物推车 毫不手软 这个老板说呢 很快就卖掉了 越贵的好像越多人要 那因为韩国的全国的出生率呢 仅剩下0.72 比台湾还烂 那这个台湾劳动部长就很紧张 他在去年的有一次跟青年的 这个讨论会上呢 还这个谴责 你们年轻人 为什么不彼此相爱 而是喜欢自己的狗 没有他越骂就不越不胜 对 我觉得正好 这劳动部长一定是老口口 怎么可以用骂的呢 你一定要用寻寻善幼的方法 他说喜欢自己的狗呢 把狗带在旁边呢 然后不结婚也不生小孩 他说台湾 不是韩国已经进入了国家紧急状况了 那因为呢 在一次这个地方的民意调查中间 发现20到49岁就像还能生育的韩国女性 他们每两个中间就有一个打算说 他们不要生孩子 他们认为呢 没有必要要生孩子 而且还有的更扯的是说 我生了孩子就没有钱养我的宠物了 三万五的宠物推车就买不起了 所以在宠物跟小孩中间呢 其实很多韩国年轻人就选择了宠物 所以三万五宾室等级的宠物车呢 一推出就马上受完 这个也不是个意外的事情 不过呢 这个确实对于整体国家经济来讲 确实是非常大的应用 台湾也一样了 这也是你用讲的没有用 对啊 发钱要发到一个程度才有用 对啊 其实大家先结婚啦 然后再生小孩啦 据调查呢 这个少子化呢 跟你结婚率低或离婚率高 其实也很显著的关系 所以各位如果有听的话 先结婚啦 结婚其实不错啦 我们两个都结婚嘛 我们两个都有两个小孩 其实婚姻的生活也 在外面看似不太好了 没进去之前也是怕怕的 因为那个主机关掉 我们可以再继续讲 其实不一样 不过呢 进入婚姻生活 当了父母之后 我觉得还是个不错人生经验 所以还奉劝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试试看 结婚生死这条路吧 说到生小孩 这个秦刚 这个也是因为这个 对 美貌的小三 好像出了一点事情 对 秦刚的 秦刚去哪儿 这件事情是曾经在 过去这两年间 备受外国关注的一个话题 对 然后 但这个话题的新的发展 我有点不能理解 现在还在发烧 特别是西方媒体 很关心 先这个 remind大家一下 秦刚是在去年 夏天的时候 突然不见了 对 然后那时候 他是中国的外交部长 这个位高权重 而且是这个 冉冉上升的名誉之星 是习近平 亲自把拙的外交部长 而且不到60岁 所以是非常年轻有为的 这个未来之星 中国 中共的政局上面 可是呢 他去年夏天突然不见了 大家都说 他因为他的小三 他的小三是谁 以前凤凰电视主播 叫傅小田 他说 因为呢 他跟傅小田生了孩子 然后被 被人家发现了 所以 习近平惩罚他 消失不见 可是越来越来越不对 后来又说 他是健康的因素 后来又说 其实他有贪污的可能 种种的迹象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魏玲玲 魏玲玲 其实华尔街日报 驻中国 他也是 之前是中国人 然后 弃而不舍的 在一年多之后 做了一个三集的podcast 然后去追踪这个事情 然后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他说呢 其实不是秦刚有问题 而是秦刚的小三 傅小田有问题 因为呢 这个 据俄罗斯高层通报 中国高层的 这个最高机密的情报 说傅小田是 美国MI6的间谍 也就是007 007的同事 这已经超过 我财经专业的理解 所以我只能听你讲 对 然后呢 是因为傅小田 这个秦刚的枕边人 傅小田 是个英国间谍 所以呢 秦刚整个忠诚度 就被习近平 大量的质疑 所以就把秦刚抓起来了 然后听说是 听魏玲玲 因为我把三集的podcast都听完了 听魏玲玲是说 这个秦刚就是 接受了一连串 这个惨无人 他英文叫做 Guruling 就是指的是非常严密 非常冗长的质问 然后听说他心理状况 也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呢 当然一定会消失在 公众的这个 舞台前面 那所以说呢 我们上次看到 有一个这个 半导电台 这个激烈的辩论 那个中国学者 跟半导电台主持人 好像有对 对 都把秦刚不见了 那个 那个中国学者 他说 我是秦刚的好朋友 那主持人问他说 那你知道秦刚在哪里吗 他说我知道 我不能告诉你 所以说秦刚一直是 国外媒体非常重视 一个 外交部长不见了 确实是 那现在呢 最新据华尔街日报 记者魏玲玲的消息是说 重点不是在秦刚 是他的小三 傅小天 他原来是 007 007的同事 然后被俄罗斯知道了 然后俄罗斯通报 给中南海 然后中南海就把秦刚抓起来 严格拷问 那现在秦刚仍然消失中 那我们不知道 他的生死状况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状况就是 秦刚就算他活着 他的忠诚度可能还是 中南海还是保持一个问号 特别是习近平 那你想说 如果我的新父 这个秦刚算是 习近平的新父了 金手提拔算是 我的新父呢 他的枕边人 竟然是英国间谍 那我的安危会不会 因此受到影响 肯定会的嘛 而且现在 习近平这个大权一把抓 他特别重视自己的安全 跟整体这个国家的安全 有没有被西方舰点渗透 像是火箭军 才被美国有没有 然后哇 所有的火箭 火箭的发射地都巨细迷移 哇 这个哪里有多少人 所有的这个 系到这种连长 营长旗的 都巨细迷移的被铺露出来 所以我相信 如果秦刚真的牵涉 说秦刚的情妇 傅小田真的是英国间谍的话 秦刚这辈子 我觉得也很难在中国证 就算最后证明他是无辜的 可能傅小田利用他 然后渗透到中南海 其实这都是 很难让他再半步复活 我觉得非常难 那傅小田听说 他所有的视频 所有的这个出席活动的资料 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连他 他以前好像是牛津 还是英国名校 哇学霸 对 毕业生 他连送给这个 英国母校的一些 纪念活动的场合 的这个记录都不见了 所以感觉是傅小田 跟其中一定有关节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 之后呢 会不会有更多的线索出来 看这个魏玲玲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名记者 他的这个消息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或假的 跟中国有关的消息 还包括了这个中国复苏 是如何的骨头蛇尾 当然刚开始 这个政策刚开始 最终的走向 跟他的效果 我们还不能够断定 对 但是总有一些蛛丝马鸡 对 这个也是华尔街日报 独家消息 其实华尔街日报 跟中国的关系 也不能说跟中国 对中国的耕耘甚深了 除了魏玲玲这种 这个大牌记者之外 另外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 美国有关于中国事务的部门 其实会透过华尔街日报 释放出一些消息 我不知道中国内部 是不是也会透过华尔街日报 虽然华尔街日报 现在其实在中国是被禁的 可是呢 不知道是不是周边人士 会透过华尔街日报 这个管道 然后讲一些他要讲的事情 那这就是其中一个 那据说呢 大家知道中国 这个经济很惨嘛 然后9月24号 突然发布了一个大救市 大政策大力多 然后突然习近平的牛市 突然好像启动了 不过最近好像有点小轰的感觉了 那他就讲了这个内部的深入报道 到底为什么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说 习近平始终不愿意承认 这解封以来都不愿意承认 中国经济衰退的事实 直到9月中有一个消息 就是地方财政可能有一个 这个地方政府真的撑不住了 然后或者是连锁反应针的出现了 像贵州啊 或是这个广西啊 那些比较穷的县 其实财政财政 早就知道了 对 可能有一些连环报的状况出现了 然后传到这个习近平的耳朵里面了 终于习近平在9月中的时候 终于体会到中国经济 我的天啊 中国经济真的不好 那其实呢 在这之前呢 我们看到 其实都还蛮淡定的 特别是李强在6月的时候 他还举出一个 这个中医理论啊 说啊 我们知道中国 这个疫后的经济 是不正啦 不过呢 这时候他觉得不能下猛药 他希望要调理 就像中医一样啊 我们不像西医啊 先求不伤身体 再求这个 再求效果 再求效果 对 这个按照中医理论 他说呢 云淡风轻的说 这时候不能下猛药 应该是精确调理 慢慢调理 就像中医理论一样了 那 这些言论发出之后呢 其实中国故事 是给他负面的反应 6月7月跌得非常厉害啊 然后呢 这个想不到9月24号 习大大终于 不知道 现在是不知道 什么样的这个消息 然后让他幡然觉醒 唯一可以确认 就是地方财政 那不过呢 我们也现在也不知道说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房地产 供过于求 这也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呢 难道习大大 一直都不知道 讲10年了 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对 让他在9月24号的时候 攀工胜 决心要 对 中国央行的行长 决心要做一些 比较有杀手级的措施 可是呢 大家说 对 你做了杀手级的 可是你火箭级的 这个刺激方案还没出来 他们需要 急需要火箭级的 所以 这个 9月24号公布之后 10月中 效应就开始 有点衰退 那现在呢 又开始下滑了 所以说呢 我们 我记得前一阵子才说 高盛说不会谈话一些嘛 不知道呢 他们这个 因为我们期待了好几次 譬如说 10亿长假之后 这个财政部会有一个大方案出来 结果也没有 之后呢 又期待 央行会有更进步的措施 好像也没有 所以说 这个让大家呢 其实信心 没有新的这个兴奋剂 所以让大家信心不振 所以让中国股市呢 又进入了 好像下滑 所以不振的状况之下 成交值其实我说的 非常的厉害 这个就是市场信心 很重要的指标 那如果 如华尔街日报说的 习近平是后知后觉 在9月中 才这个痛下决心 要做一些挽救措施的话 我相信 如果这是真的话 应该还有 其他的兴奋剂会提出来 这个鸦片呢 不能吃一下 然后就不吃 你至少要持续好几天嘛 那我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 说是国债 蒸发国债 然后你用你的这个 这个中国版的Q也会出现 可是现在看起来 市场信心 这个在10月初之后 就没有再次提振的状况了 我们必须要密切观察 这个新闻 就9月中 这个醍醐灌顶的觉醒 到底会不会持续下去 跟全球经济都非常关系 特别是明年2025年的状况 我相信中国 虽然这个大家不看好它 不过还是这个重中之重 连iPhone16在中国卖得好 都变成这个苹果 市值创新高的理由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密切 关注中国经济的后续 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六亿华尔街 下个礼拜四早上七点 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 导读华尔街的药文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 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 订阅我们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会有三封 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势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